御世明言 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鵬打薄情郎 知在长东花在西 自从落地任风吹 知无花时还在发 花若离之难尚之 这四句 乃色人所作弃抚持 言辅人之除枯 如花之负于之 知若无花 逢春在发 花若离之 不可复合 劝世上妇人 侍夫进度 同金同苦 从一而终 优得无妇嫌贫 两意三心 致而后悔 且说汉朝一个名神 当初未遇时节 其妻有眼不惜泰山 弃之而去 到后来悔之无及 你说那名神何方人士 姓甚名水 那名神姓朱 明买臣 表致雍子 会溪棍人士 家负未遇 夫妻二口 住于流汗蓬门 每日 买臣向山中砍柴 挑至市中 卖钱度日 姓好读书 手不识卷 肩上衰挑却柴丹 手里颓字琴着书本 朗重嘴着 且歌且行 是人听惯了 但闻读书之声 便知买臣挑柴丹来了 可怜他试过余生 都与他买 更兼买臣不增价钱 行人估值 所以他的柴被别人容易出脱 一般也有轻薄少年及儿童之辈 见他又挑柴 又读书 三五成群 把他嘲笑弃母 买臣全不为意 一日 其妻出门吸水 见群儿随着买臣柴丹 客手共笑 心以为耻 买臣买柴回来 其妻劝道 你要读书 便忧买柴 要买柴 便忧读书 许大年纪 不痴不癫 却做出任般行径 被儿童笑话 岂不收死 买臣答道 我卖柴已够贫贱 读书已取富贵 各不相防 由他笑话便了 其妻笑道 你若取得富贵时 不去卖柴了 自古及今 哪见卖柴的人做了官 却说者没把臂的话 买臣到 富贵贫贱 各有其时 有人算我八字 到五十岁上 必然发迹 常言海水不可斗量 你幽料我 其妻道 哪算命先生 见你痴癫无恙 故意耍笑你 你幽听信 到五十岁时 连财丹也挑不动 我死是有分的 还想做官 随事严罗皇殿上 少个判官 等你去做 买臣到 姜太公八十岁 尚在为水钓鱼 如了周文王 以后车在之 拜为上父 本朝公孙宏承相 五十九岁上还在东海木齿 整整六十岁 方才祭于今上 拜张丰侯 我五十岁上发迹 比金罗需辞 比那两个还祖 你需耐心等去 其妻道 你休得攀金钓鼓 那钓鱼目齿的 空中都有才学 你如今读者几句死书 便读到一百岁 只是这个嘴念 有甚出色 晦气做了你老婆 你被儿童此笑 连累我也没念疲 你不听我言抛却书本 我决不跟你终身 各人自去走路 休得两相担五了 买神道 我今年四十三岁了 再七年 便是五十 前长后短 你就等内 也不多时 值任薄情 舍我而去 后来需要傲悔 其妻道 世不小心挑柴丹的汉子 傲悔什么来 我若再守你七年 连我这骨头不知我死于何地了 你倒放我出门 做个方便 没了我这条性命 买神见其妻决意要去 留他不住 叹口气道 罢 罢 只愿你嫁得丈夫 强似诸买神的便好 其妻道 好歹强似一分疑 说罢 拜了两拜 因言出门而去 头也不回 买神感慨不矣 提思四句于逼上云 嫁犬逐犬 嫁犟逐鸡 妻子弃我 我不弃妻 买神道五十岁时 直看母帝下照求言 买神道西经上书 代照公车 同一人严助占买神之才 天子之买神是会妻人 必知本土民情利弊 即拜为会妻太寿 辞亦赴任 会妻常利民生太寿将道 大发人夫 收治道路 买神妻的后夫亦在义中 其妻蓬头善足 随半送饭 见太寿前夫后勇而来 从旁规之 乃故夫诸买神也 买神在车中 一眼朝见 还认得是故妻 谁使人招之 载于后车 道府帝中 故妻收查无地 扣头借罪 买神教请他后夫相见 不多时 后夫换到 拜伏于地 不敢仰视 买神大笑 对其妻道 似此人 未见得强似我诸买神也 其妻再三叩借 自悔有眼无珠 怨降为匹妾 服侍终身 买神命取水一桶 潑于阶下 向其妻说道 若潑水可復收 则与亦可復合 念你少年结发之情 判后缘规地 与与夫妇耕种自食 其妻随后夫走出府帝 路人都指着说道 此即身太受夫人也 于是收极无颜 到于后缘 睡头何而死 有诗为证 飘无上之连恶事 亲妻忍得气贫如 祖之福水难收取 悔不当初任读书 又有一诗 说欺贫重负 誓情皆然 不止一买神之妻也 诗若 尽看成败说高低 谁识交龙在污泥 莫怪妇人无发眼 好天几个腹肌妻 这个故事 是妻气夫的 如今再说一个夫气妻的 一般是欺贫重负 贝义亡因 后来途落得个薄幸之名 被人讲论 话说故宋少兴年间 林安虽然是个见都之地 富庶之乡 其中黑概的 依然不少 那概乎中有个围头的 名若团头 管着仲概 仲概叫化得东西来时 团头要收他日头钱 若是语说时 没处叫化 团头却傲些稀足 仰活这火概乎 破衣破傲 也是团头照管 所以这火概乎 小心低气 伏着团头 如老一般 不敢触犯 那团头见成收赛常例钱 一般在众概乎中放债盘利 若不不倒 依然做起大家事来 它靠此为生 一时也不想改业 只是一见 团头的名而不好 除你争得有田有地 几代发迹 忠是个叫化头儿 比不得平等百姓人家 出外没人恭敬 只好闭着门 自屋里造大 虽然如此 若数着良战意志 只说昌 忧 帝卓 四般为战流 倒数不着那黑丐 看来黑丐只事末浅 身上却无疤斑 假如春秋时五子虽逃难 也曾吹消于吴史中黑食 唐时郑元和造歌郎 唱年花落 后来富贵发达 一藏感被遮盖 这都是叫化中出色的 可见此背虽然被人轻占 倒不比昌 忧 帝卓 闲话忧提 如今且说杭州城中一个团头 姓金 名老大 祖上到他 造了七代团头了 赞得个圆圆全传的家事 住的有好房子 种的有好田园 村的有好衣 吃的有好食 真个傲多积宿 囊有如浅 放债屎皮 虽不是顶富 也是素得着的富家了 那金老大有志弃 把这团头让与族人金 乃子造了 自己建成受用 不与这火丐户歪前 言虽如此 理中口信 还只叫他是团头家 其名不改 金老大年五十余 丧妻无子 只传一女 名换育奴 那育奴生得十分美貌 怎见得 有思为政 无瑕堪比育 有太育收花 指小宫装扮 分明张丽华 金老大爱此女如同珍宝 从小教他读书识字 到十五六岁时 师父驱通 一写一作 顺手而成 更兼女工精巧 亦能调增弄管 事事凌利 金老大以着女儿才貌 立心要将他嫁个侍人 论来就名门旧族中 急切要这一个女子 也是小的 可恨生于团头之家 没人相求 若是平常经纪人家 没前情的 金老大又不肯板他了 因此高低不就 把女儿直挨到一十八岁 尚未许人 偶然有个轮雍来说 太平桥下有个书生 姓莫名稽 年二十岁 一表人才 读书饱学 只为父母相亡 家穷未娶 近日考宗 补上太学生 情愿入罪人家 此人正与令爱相宜 何不朝之为世 金老大道 就凡老庸作佛 何与 轮庸领命 竟到太平桥下 尋那莫受彩 对他说了 实不相瞒 祖宗曾做过团头的 如今九不造了 只贪他好过女儿 又且家道富足 受彩若不棄严 老汉即当欲成其事 莫悄口虽不语 心下想道 我今衣食不周 无力分取 何不苦就他家 一举两得 也故不得此笑 乃对伦雍说道 大伯所言衰妙 但我家贫阀拼 如何是好 轮庸道 受彩但是蕴虫 只也不费一张 都在老汉身上 轮庸回复了金老大 担个吉日 金家道送一套新衣穿着 莫受彩过门成亲 莫溪见玉奴才貌 喜出望外 不费一钱 白白的得了个美妻 又且封衣足食 事事清怀 就是朋友背中 晓得莫悄贫苦 无不商量 都也没人去笑他 到了满月 金老大避下胜殖 教女婿请他同学会友饮酒 荣耀自家门户 一连吃了六七日酒 何其努了族人金赖子 哪赖子也是一帮正理 他道 你也是团头 我也是团头 使你多做了几代 争得钱抄在手 论起祖宗一脈 彼此无疑 侄女欲奴朝世 也该请我吃杯起酒 如今请人做满月 开宴六七日 并无三寸长一寸阔的请帖移到我 你女婿做秀彩 难道就做尚书宰相 我就不是亲叔公 坐不起凳头 直任不趣人在眼里 我且去哄怒他一场 教他大家没趣 叫起五六十个丐户 一齐奔到金老大家女来 但见 开花帽子 打结三儿 旧直片对着破尖条 短竹筋配着缺醋碗 叫爹叫娘叫财主 门前只见圈蛙 弄蛇弄狗弄胡酸 口内角情伎俩 敲板唱羊花 恶声决耳 打砖茶粉脸 丑态逼人 一帮破鬼聚成群 便是钟攜收不得 金老大听得闹炒 开门看时 那今乃子令着重丐户 一拥而入 让造一堂 乃子敬奔直上 选好酒好食只顾吃 口内叫道 快教侄世夫妻来拜见叔公 苦得众受彩站脚不住 都途直去了 连莫溪也随着重朋友躲避 金老大无可奈何 只得再三样告到 今日是我女婿请客 不干我事 那天尊致一杯 与你陪话 又将许多钱抄分上众丐户 又抬出两宫好酒和赛活鸡 活我之旅 教众丐户送去赖子家 当个折席 直乱到黑夜 方才散去 欲奴在房中 弃得两类交流 这一夜 莫溪在朋友家借宿 次早方回 金老大见了女婿 自觉出丑 满面含羞 莫溪心中未免也有三分不落 指示大家不说出来 正是 瓦子常黄拍 虎未自家之 却说金玉奴只恨自己门风不好 要增个出头 乃劝丈夫黑虎读书 凡股金书籍 不适价钱 买来与丈夫看 又不论供给支费 请人会文会讲 又出之财 教丈夫结交而遇 莫溪由此才学日进 名誉日起 二十三岁发解 年科及帝 这日 瓊林燕霸 乌母公袍 马上迎归 将到像人家女 只见街坊上一群小儿曾仙来看 只道 金团头家女婿做了官也 莫溪在马上听得此言 又不好滥事 只得忍耐 见了像人 虽然外面尽礼 却包着一肚气奋气 想到 早知有今日富贵 夏末皇侯贵戚焦罪成婚 却拜个团头做岳掌 可不是终身之尖 仰出儿女来 还是团头的外孙 被人传作话病 如今事已如此 妻又言为 不犯七出之条 不好决绝得 正是事不三思 终有后悔 为此心中仰仰 只事不乐 欲奴己骗问而不答 正不知甚么意故 好笑那莫溪 只想着今日富贵 却忘了贫战的时节 把老婆之座成名一段功劳 化为春水 者是他心述不端处 不一日 莫溪揭选 得受无为君师户 将人自走送行 此时中与户 料也不敢登门闹炒了 起得林安到无为君 是一水之地 莫溪领了妻子 登州赴任 行了数日 到了彩石江边 遗州北岸 其夜月明如就 莫溪碎不能味 穿衣而起 坐于船头玩月 四顾无人 又想起团头之事 闷闷不悦 忽然动一个恶念 除非此苦生死 另取一人 方免得终身之耻 心生一计 走进船仓 控玉奴起来看月华 玉奴已睡了 莫溪再三逼他起身 玉奴难逆丈夫之意 只得披衣 走至马门口 书头望月 被莫溪出其不意 牵出船头 推聚江中 悄悄唤起周人 吩咐 快开船前去 重重有想 不可辞慢 周子不知明白 芳芒撑高档张 移周于十里之外 住柏亭当 方才说 适间乃乃一门月堕水 捞够不及了 却将三两银纸 想与周人围走前 周人会议 谁敢开口 船中虽根得有几个蠢痞子 指导主没真个聚水 悲一了一场 丢开了手 不在话下 有思为正 只为团头号不香 忍恩得意气造康 天缘结发中难解 赢得人夫薄幸郎 你说是有臭口 莫溪移船去后 刚刚有个淮西转运使 许德厚 也是身上任的 客周于彩石北岸 正是莫溪先前推妻聚水处 许德厚和夫人推窗汉月 开怀饮酒 尚未曾遂 佛民岸上提哭 乃是妇人声音 其声哀怨 好生不忍 忘夫水手打汗 果然是个单身妇人 坐于江岸 辩教换上船来 审其来历 原来此夫正是无为君师护之妻金玉奴 初聚水时 魂飞拍档 以拼着必死 忽觉水中有物 托起两足 随波而行 近于江岸 欲奴挣扎上岸 举目看时 江水茫茫 以不见了师傅之船 财悟道丈夫贵而亡箭 故意欲溺死故妻 别途良配 如今须得了性命 无处依妻 转师傅坐 以此痛哭 见许功盘问 不免松头致美 细说一片 说罢 哭之不已 连许功夫妇都敢伤堕累 劝道 与优得悲堤 肯为我二女 再作道理 欲奴拜借 许功吩咐夫人取干衣替他通心患了 安排他后仓独肃 教手下男女都称他小姐 又吩咐周人 不许泄漏其事 不一日 到淮西上任 哪无为君正是他所属地方 许功是莫师傅的上司 未免随班参决 许功见了莫师傅 心中想到 可惜一表人才 干任搬搏幸之事 若过数月 许功对辽淑说道 下官有一女 可有才貌 年以及鸡 欲宅一佳世罪之 诸君意中 有其人否 众辽淑都闻得莫师傅青年桑偶 齐声赠他财品非凡 堪作东藏之选 许功道 此子吴亦傅二九二 但少年登帝 心高望厚 未必肯罪吴家 仲辽傅道 比出身寒门 得功收拔 如兼家以玉树 何幸如知 喜意入罪为严妇 许功道 朱君的酌梁可行 可与莫师互言之 但云出自诸君之意 以探其情 莫说下官 恐有妨碍 众人领命 谁与莫溪说之此事 要替他做媒 莫溪正要攀高 放且联恩上司 求之不得 便因然应道 此事全障欲成 当孝贤结之报 众人道 当得 当得 随即将而回复许功 许功道 虽誠师互不弃 但下官夫妇 忠爱此女 嬌养成性 所以不舍得出嫁 只怕师互少年气概 不相遥让 或至少有严规 有相下官夫妇之心 虽是预先讲过 凡是容内奢 方敢聚入 众人领命 又到师互处传话 师互无不依陨 此时师互不比做寿彩时节 一般用金花彩币为纳拼之仪 选了吉奇 皮松骨仰 整备做转运士的女婿 却说许功先教夫人与玉奴说 老相公连你寡居 玉从罪一少年进士 你不可推阻 欲奴答道 劳家虽出寒门 可知礼数 寄与玉奴结法 从一而终 虽然玉奴嫌贫弃战 忍心害理 劳家各尽其道 岂肯改嫁 以相辅折 言不 类如雨下 夫人刹他致成 乃实说道 老相公所说少年进士 就是玉奴 老相公恨其薄幸 无要你夫妻再合 只说有个亲生女儿 要朝聚一世 却教众聊属与玉奴已亲 玉奴因然听命 指今晚入罪吾家 等他进防之时 虽是如此如此 与你出这口吐气 欲奴方才羞累 还云粉面 再整新装 打点结亲之事 到晚 莫斯护冠带齐整 帽插金花 身披红感 夸着雕安进马 两班古岳前道 众辽淑都来送亲 一路行来 谁不喝彩 正是 古岳圈田白马来 风流阶势实其灾 团头在换高门眷 彩石江边未足哀 时夜 转运施铺尖结彩 大吹大雷 等候新女婿上门 莫斯护到门下马 许弓冠带出迎 众官僚都别去 莫斯护直入施宅 新人用红帕伏手 两个养良扶张出来 奖礼人在南外喝礼 双双拜了天地 又拜了丈人 丈母 然后交拜礼笔 送归洞房做花竹盐席 莫斯护此时心中 如登久消云女 欢喜不可形容 仰着念 昂然移入 才夸进房门 忽然两边门侧女 走出七八个老鱼 丫环 一个个手执来捉小棒 劈头劈脑打张下来 把沙母都打脱了 兼背上棒如雨下 打得叫喊不跌 正没想一头处 莫斯护被打 方做一堆圣祷 只得叫声 丈人 丈母 救命 只听房中叫声软转 吩咐道 丘打杀薄情郎 且换来相见 众人方才住手 七八个老鱼 丫环 且耳朵 逸甲薄 好似六拆器尼陀一般 脚不点地 涌到新人面前 师护口中还说道 下观何聚 开眼看时 画足辉煌 照见上面端端正正坐着个新人 不是别人 正是故妻金玉奴 莫斯护此时魂不附体 乱让道 有鬼 有鬼 众人都笑起来 只见许公自我移入 叫道 然世幽宜 此乃吾彩石刚头所应之二女 非鬼也 莫斯护心头方才住了跳 方忙跪下 拱手道 我莫斯护罪了 望大人包容之 许公道 此事与下观无干 只吾女抹说话就罢了 欲奴脱其面 骂道 薄幸财 你不记宋宏有言 贫荐之交不可忙 租康之妻不下堂 当初你空手罪入吾门 亏得我家之才 读书言语 以致成名 僑幸今日 奴家亦望夫荣妻贵 何其你忘恩副本 就不念杰法之情 恩将仇报 将奴推墮江心 幸言天天可怜 得与恩爹提救 修为二女 倘言葬刚语之福 你别取身人 于心何忍 今日有何颜面 再与你圆嘴 说罢 放声而哭 千薄幸 万薄幸 骂不住口 莫契满面羞惨 闭口无言 只顾盖头求恕 许功见马得够了 方才把莫契扶起 圈欲奴到 我而息怒 如今言世悔罪 料言不敢轻万你了 你两个虽然旧日夫妻 在我家只算身分花足 凡是看我知面 闲言闲语 一不都勾罢 又对莫契说道 言世 你自家不是 幽怪别人 今宵只索忍耐 我教你像母来解劝 说罢 出访去 笑客夫人来到 又调停了许多说话 两个方才和睦 此日 许功切宴 管代新女婿 将前日所下金花彩币 依旧送还 道 一女不受二聘 言世前番在金家已废过了 今番下官不敢重叠收受 莫契低头无语 许功又道 言世常恨令恶庸悲战 以致夫妇失爱 几乎不忠 今下官被缘如可 只怕着位不高 尚未满言世之意 莫契将得面皮红指 指示离籍借罪 有思为证 痴心只望替高恩 谁料新人是救人 打骂一场收满面 问他何取恶庸身 自此莫契与玉奴夫妇和好 比前家配 许功共夫人代玉奴如真女 代莫契如真世 玉奴代许功夫妇 亦与真爹娘无疑 连莫契都感动了 迎接团头金老大在任所 奉养送中 后来许功夫妇之死 金玉奴皆制重伏 以报其恩 莫氏与许氏 世世为通家兄弟 往来不绝 诗云 宋宋宏首尔清高折 黄云丘妻骂博情 是汉莫生分再合 因缘前定枉劳增 诗云 宋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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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